下面我们学习在ES10当中 对于阶层的扩展 首先第一个 阶层.superset superset叫做超级的意思 级是集合的级 第二个层性叫做 阶层.sredify 是一个增强能力 我们看看这两个新特性 到底在说是什么东西 我们还是举例子吧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叫做6-6.json 然后我们把这个文件 给它允计完 我们先说一下 Json这样一个superset 也就是Json的超级 集是集合的级 这什么意思呢 其实相当于是在ES10中 这个提案 想让ES去完全兼容 Json支持的文本 因为在早期的 其实标准当中 不是这样的 早期标准当中 其实规定 Json只是ES的一个子级 但是在早期的标准当中 其实Json是可以正常显示 航分格幅和断分格幅的 但是ES却不行 在这个ES10当中 这个超级的意思 就是说弥补之前这个问题 让我们的ES 也能够支持这样的 航分格幅和断分格幅 我先举个例子吧 答案 我们通过这样一个 EVO的函数 去执行一段代码 EVO这个函数呢 其实参数是可以传递一个 字幕串的 EVO就可以去执行 这个字幕串里面 对应的GS代码 我们看 比如说我定一个STR 就等于一个MOOC 大注意 拼接字幕串的时候 单引号里面要套双引号 或者说你外面双引号 那里面就写单引号 这相当于是不是一个变量 然后呢 我再定一个方式 就做FO 在这个里面呢 我return这样一个STR 大家看 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GS代码 对吧 这边呢定一个变量 这边定一个函数 OK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 雕用这个函数 然后呢 我们输出一下这个结果 保存 当然结果 是不是能够输出MOOC 说明了这个字幕串 已经正确的被执行了 对吧 然后大家看 比方说 我在这个地方啊 我插入一个 对应的断分割符 断分割符叫做 -U2029 航分割符呢 叫做-U2028 我们测试一下 现在是否支持这个 分割符啊 保存 我们能够发现在这边 是不是也没有保错 其实如果在早期的GS代码中 其实会保错的啊 正因为ES10实现了这种 JSON的超级 也就是让我们的ES 也能够支持这种 航分割符和断分割符 它们这种语法 所以说你能发现 它也没有保错 对吧 这个呢 其实就是ES10 所说的这样一个 JSON的超级 就是这个意思 主要针对的是 我们的这样一个 断分割符和航分割符 航分割符是2028 断分割符是2029 其实这种方式 我们在项目当中用的很少 其实不太很多 大家可以作为了解啊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下一个请求性 叫做 GSn.strangify的一个增强能力 这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其实GSn.strangify 它能解析的是有一定的范围 它能取到的范围是这样的 是从D800到DFFF 这个范围是能够被显示的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 显示就会有问题啊 JSON.strangify这个增强能力 指的是弥补了这样一个字符 范围的这样一个显示问题 大家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通过 JSON.strangify 去转化就一个字符 大家看这字符这样写的 杠U然后呢D83D 再写杠UD101 大家注意啊 它当前是一个字符 虽然比较长 之所以比较长 才超出一个范围嘛 对吧 虽然很长 但是呢 它还是一个字符 我们输出一下看看啊 所以对于这个字符呢 大家应该很熟悉 不是很常见啊 保存 我们看代表的6号 你能发现 它是不是输出一个笑脸 对吧 这个东西我们是不是叫做 emoji这样的表情 对吧 这个emoji表情 其实它是这种多字节的 一个字符 但是大家看啊 如果我现在这样输出 比如说我输出 JSON.strangify 我只输出它其中的一部分 大家看啊 我只把它一部分 作为参数传递进行门 当然这一部分 其实是一个无效的字符串 我们看能输出什么啊 保存 大家发现 它其实能够被当作字符串 原样输出 这个呢 正是因为ES10 弥补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看 它其实并不是某个字符 这才是一个字符 相当于这只是一半 它什么都不代表 如果在这个JSON.strangify 修复之前呢 它相当于这一块 会被转化成一个 撤出字符 那是不对的啊 所以呢 在ES10当中 弥补了这样一个问题 也就是防止了JSON.strangify 从这种Unicode字符串 返回的时候 这样一个缺陷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就是ES10 对于JSON的扩展 在JSON的超级当中呢 它现在支撑了这种 航分割符和断分割符 对吧 在JSON.strangify 这个增加能力里面 它可以对于这种 比如说 一个字节里面的一部分 它呢会原样输出 而不会像之前一样 输出一个特殊字符了 之前是不对的 现在呢是弥补了 这种缺陷 这个呢 就这节课 我们需要了解的内容 的一部分 我就需要了解的内容 这个 就要想更多的 在川普 资格尿 中国别инов 我们现在看起来的 这种 的 是的 级